时间一晃好快2021年已经来到了10月份 10月份里最可喜可贺的日子 非10月1日的中国国庆莫属 希望中国越来越强大繁荣 中麻友谊长存 10月份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新的开始万物的复苏的感觉 疫情也开始好转 好久没有拍新视频了 差不多两周了吧 刚好忙到了一段落 就抽空给大家制作新的视频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最近的情况 随着马来西亚疫苗接种完成人口比例 逐日提升 各行各业都已经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作 看这被压下去的数据 相信大家心里应该也踏实了很多 马来西亚成人疫苗接种完成的比例 已经超过了90% 而首都吉隆坡更是早在7月初达到了100%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画面 视频中这个是伊顿高级住宅 也叫好景源 可以看到整个大楼的外体 是用全落地玻璃设计干净利落高雅得体 新加坡开发商不惜重本打造优质的楼盘 马上就要进行交付 最值得一提的是 这住宅大楼占据了吉隆坡市中心最为尊贵的景观 北队庄子塔 南队雪兰儿皇家高富球场 其中大楼顶部有着重金打造的吉隆坡最大最高的无边际泳池 这也是为什么这座住宅楼还没有交付就已经非常的吸引眼球 与马来西亚国家重金打造的TRX项目 都是吉隆坡最热门的项目 最重要的是与XXX做邻居是一个怎么样的体验呢 伊顿也将会是疫情后 亿马海外第一个交付的项目 目前已经正在处理宴房 专修设计配套和家具采购的安排 最主要必须处理的便是业主因为疫情的影响 而来不到马来西亚进行宴房的事项 我们正在火速跟进 马来西亚国际学校也在10月是全面复课了 家长可以选择让孩子回到学校上课或者居家上课 对了为了迎合未来线上化的趋势 和打造更强大的拍摄与多媒体团队 我们伊马海外也在这段时间段里进行了扩充 从原本的办事处搬到与吉隆坡双子塔同牌的GTA网 在这里有兴趣加入我们的朋友们 通过电邮把简历发过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联系 主要招聘擅长多媒体运营拍摄剪辑客服人员和文案携手 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搬迁到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因为GTA网是属于有MSC资格的大楼 MSC全名是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也就是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的意思 被承认为MSC一部分的公司皆是授予开发或者使用多媒体技术 以生产或增强产品和服务流程的本地公司或外国公司 所以简单的来说拥有MSC资格的公司皆是国家寄予对该公司 科技和多媒体上的贡献的认可 如果大家有兴趣未来再为大家专门做一期来讲述怎么申请MSC 好处非常的多 在税务方面也有很好的优惠 凡事业务围绕着开发软件 设计硬件 电子商务 环球业务 服务 多媒体内容 创建 等的公司都可以尝试去申请 再来就是内政部部长发布的最新第二家人的新消息 现在马来西亚第二家人签证的持有者 只需要遵守新版第二家人计划中的十大新条件的其中两条即可 其一就是申请者一年必须在大马居住至少90天 其二就是从每年的90码币提高到500码币 之前的视频提过第二家人会准备在10月份重启 但是准确的重启日期和需注意的事项我会再跟大家更新 就像我之前说的 虽然门槛提高了 优势还是存在 毕竟这是完美保留了农厚华人文化的马来西亚 也是多次被评选为适合华人居住的国家之一 愿意办理的人数还是真的不少 一马海外也一直以相关的部门和官员讨论和争取 申请者在提高门槛的前提下想办法减低申请者的负担 我们公司新的第二家人方案和配套也会在第二家人重启之时通知大家 有兴趣继续办理的朋友们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已经在给客户进行排队的处理 至于有资格申请其他替代身份的朋友们 政府也恢复了工作 其他的签证以身份的办理 办理人数非常巨大 先到先办 我们这里的通过率是百分之百的 最后关于马来西亚房产这回事 未来我也会有新的拍摄手法和玩法 当然制作也会更为困难 但是我还是愿意做到最好 把最真实的马来西亚呈现给大家 关注我海外资产配置 我相信你也做得到